迎接圣诞跨年假期 松山文创园区朝东感谢庆热闹开跑 集结店家与文创品牌共同参与 还有不少新品牌在园区登场 像是风格店家三楼研制所 开发多种干燥花材、植物 搭配各种金属物件 推出了首座圣诞树课程 吸引许多民众前来体验 这个是我们的松果圣诞树 然后它是用松果做基底 然后再使用我们的永生的素材 像是雪松、橙片、肉桂棒 这些自然的素材 然后去点缀 然后做出一棵有果实搭建而成的小迷你圣诞树 想要参加的民众的话 可以到我们三楼研制所的官网 然后透过线上预约的方式 然后预约完之后就可以来现场实际体验 我们的这个品牌呢 其实是花果工艺的饰品品牌 那除了饰品之外呢 我们也有在这边做很多花果的创作部分 所以我们的客人来到现场 不仅可以挑选心仪的花果饰品 也可以在现场做亲自的体验 体验怎么做我们的 比如说圣诞树啦 花果饰品啊 都可以在这边全部享受到 除了体验 比如说像花艺作品之外 最特别的是在我们的松烟店 还可以体验我们的饰品 用花艺的素材 就是花跟果实去做我们自己独一无二的饰品 在现场可以选择比如说永生的绣球花 或是果实像是小松果青钢粒 然后也可以挑选五金的素材 然后在现场就做出自己独一无二 绝对不会在市面上撞款的自己的专属饰品 其实我以前是念工业设计的 然后我的同一个的创办人他是念剧场的 那其实我们过去的经验都很常接触像这样子 比较一文气息的东西 然后我们最早的相遇其实是因为都喜欢自然 比如喜欢植物 多肉植物的相遇 然后就想说它可以结合到生活的方式 有各种层面 那我们透过 其实我们早期在市集跑了两年之后 接触到各式各样的人 发现很多人会想要把这些植物的东西 穿搭到身上 那我们就开始接触像是工艺类的创作 然后才渐渐的把这些花材 做到我们的饰品上面 还有松烟首间的首摇影品牌 有料摇摇茶 以新潮复古 艺术价值和美式幽默感作为主轴 与本土插画家进行合作 品牌印象让民众有惊喜感 我们就是每一期都会 一期是一个月 我们每一期都会结合台湾在地的插画家 我们就是会去找这些相当具有特色的画家 去跟我们的饮料店的品牌 去做一个结合 那这个联名的图案就会印成三张贴纸 因为我们目前只有三家分店 然后这些贴纸就会分别放在不同的店家里面 然后让民众可以去收集 就是也是促成他们 因为现在首摇影其实是一个非常竞争的产业 那我们让客人可以有机会每一个月都有一个动力 到我们不同的店家去就是做一个消费这种动作 我们这一次合作的这一档画家 叫做恐龙的房间 那它是一个充满童趣感的画作 那其实这跟我们前几档的插画是差距 就是风格差距非常大 那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尝试这一种非常色彩鲜艳的这一种感觉 那它这个画家呢 它其实在画这个恐龙 它是画家里有两个 他们也是一个团队 然后他们是个别代表一个恐龙 那他们其实有在做一些艺术治疗的部分 他们觉得这个东西 其实它是在疗愈大人 就是不是是专门为了小朋友去做这件事情 那其实刚好在这个 我们请画家进来进驻的时候 并没有设限说他们要怎么去布置这个场景 就这一次的成品出来 其实我们觉得蛮惊艳的 就是很可爱 然后进来里面就有一种疗愈的感觉 而其实一开始是本身就是很喜欢画 就是这种小插画类的作品 那这种文创的东西 其实这一两年来在台湾也是发展的非常蓬勃 然后在网路上面我们也可以看到 有非常多台湾的插画家都是越来越厉害 然后也跟不同的品牌去做一些 不同样的艺业结盟 当然一开始的前几档 都是以自己喜欢最喜欢的那些画家去做邀请 那大概过了两三档之后 就慢慢会有画家自己推荐 跟我们推荐说他们也想要跟我们合作 所以我们接下来的模式很有可能倾向在不是邀请制 或者是就是增见或者是让画家自己来投稿这样子 我们今年园区的朝冬感谢庆时间是一路从今年的12月1号到明年的2月28 那也就是从圣诞节前一路活动会至明年的元宵节 那也是借由这次朝冬感谢庆 那串联全园区的所有品牌一起来参与 那其实透过园区的官方的LINE 8 那只要民众来园区加入官方LINE 8之后 所有的消费满2500元就能累积一次的抽奖机会 那我们这次抽奖的奖项其实非常多 那都超过2000多个奖项 其实从我们进驻以来这边的艺文的展览就完全的不间断 然后我们也在这边其实有逛过很多展 然后来的客人其实都还 调性其实都非常充满个人特色跟台湾色彩 也有很多是外国客人 就是刚解封其实很不容易看到 很多外国客人就已经出现在中烟这个场域 也让我们其实不管在营收或在推广我们的作品上面都有很大的帮助 那我们在进驻之前也有考虑过就是人流的或什么问题 可是其实我们觉得我们的风格跟松烟有一些些就是可以match的地方 就像是我们其实走得很有这种艺术感的感觉 对然后我们也是希望让来逛松烟的人 就是有一种新的体验 就是我可能可以在这边拿一杯手摇影 然后去看看这间店长什么样子 然后拿着手摇影去逛这样子 松烟指出 今年的朝东感谢庆消费满额抽奖活动 奖品数量超过2000个 欢迎各地民众来松山文创园区 探索各家文创品牌的特色 也把握抽奖机会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